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这节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调整坐标轴的刻度 在这个图当中我们有两个坐标轴 一个是x坐标轴,一个是y坐标轴 然后有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刻度调整得更密集一点 或者有时候我们又需要把它调整得更宽松一点 那么我们如何来调整呢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去调整这个坐标轴 还是老样子,写代码 首先我们先画一张图 这是我们画出来的图 如果说我们要调整这个坐标轴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我们返回的这个ax对象它就有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locator 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这个坐标轴总共有多少格 总共有多少格 这个beams呢就是相体的意思 也就是它有多少格 比如我在这里把它设成20 我们运行一下 这里出现了错误 它说list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说明我们返回的这个对象是有问题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里面确实有问题 因为plot它返回的是一个92d的一个对象 而不是一个坐标轴对象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是获取当前图形的坐标轴 GCA就是getCurrentAxis 就是获取当前的坐标轴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 我们的这个显示呢就会更密集一点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调小一点 就调成五 调成五的话可以看它会显得很宽松 这五个 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需要说把它 我们只调整x轴 我们不想调整y轴怎么办 我们可以指地x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x轴 它就变成了五个 但是y轴呢还是默认的是十个 当然同时你也可以调整y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y轴呢 它是比较宽松的 xt轴呢是比较 xt轴呢是默认的 好在这个地方呢 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面向对象和PLT的区别 比如说我在把这个图画出来之后呢 有的人可能会运行这样的一行代码 x等于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虽然我在这里把x设成呢 nbins设成五 但是这个里面并没有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 对了 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用的是面向对象的方式去绘制图形的 然而面向对象它是没有交互功能的 但如果我们想交互功能的话 我们只能用pyplot里面的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plt自带的locator函数 locator函数x nbins设成五 通过plt locator parameters 我们可以调整 可以交互的去调整这个图形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整y一种 我们把它调整成20 大家可以看到 y轴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就是plt跟面向对象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别 因为上次我只讲过一次 怕大家就忘了 所以这里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当然有时候呢 我们为了画时间训练的图呢 我们的横坐标不一定是数字 它也还有可能是日期 但有时候日期呢 它的格式调整起来就更麻烦 更复杂一点 所以今天这期课呢 我们把日期的调整也给大家讲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首先我深深圳一张图 获取当前的桌标准 我们现在先不用这么早获取了 日期的开头呢 叫做2015.1.1 当然我们需要导入一下debtime模块 截止日期呢 是2016年 日期的间隔呢 以一天为间隔单位 然后我们需要生成一个med.plotlib 它能认得的一个日期序列 那么需要导入一个 我们需要导入med.plotlib 因为它有一个函数 其实这个函数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我们讲过 但是怕大家忘了 所以说我们再讲一遍 我们先导入这个med.plotlib 然后smpl 它有一个函数 dates 这样我就生成了一个met.plotlib 它能认得的一个dates的序列 然后我再生成一个数据 随机数据 然后获取当前的坐标之下 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讲过的画时间训练的图的话 应该还记得我们是用的plotdate来进行一个图形的图形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会直筛出来的图形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啊 在这个地方呢 有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 它的这个日期呢 在图形很小的时候它会重合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它这个日期的显示方式呢 是国外的显示方式 也就是美国人他们的习惯 那这个并不符合我们中国人表达日期的一个习惯 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得把日期的格式转换成我们中国人习惯的把年放在前面的一个格式 然后我们还要让它能够自动的去调整它的距离和位置 使它不会这样重合看起来很难看 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做到这个事情 首先我们要去调整它的格式 我们先生成一个格式对象 DateFormat 也是用到MatePlanem里面的Dates DateFormat 然后这里有一个Date的一个格式化字符串 这格式化字符串呢 就是说Y它代表的是年 然后M代表的是月 D代表的是D 也就是说我想让它的日期的格式显示的是年 然后横杠月横杠日天 这到这里呢我们是生成了一个DateFormat 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这个DateFormat 应用到这个上面去 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把它应用到上面去 SetMajor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DateFormat的一个格式 就把这个对象传递给它 这样它就会以它的格式来设置自己的格式 好我们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就已经是显示出来我们需要的一个日期格式了 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后面的这个01号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全都是01 所以说我们用不上 那我们就把这个天给去掉 这样的话就只有年和月 这样我们画出来的值 这个这个日期呢 它就只有月份 当然我们之前还提到一个问题 说它在这里变得很小的时候 它会重叠 看起来很不美观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在这里可以用上一个函数 AutoFmt下滑线XDate 它的意思呢 就是将这个日期的排列呢 根据它的图形的大小自适应 这样的话你画出来的自适应的去调整它的位置和角度 就会让你看起来比较美观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当中呢 它画出来的就是一个斜的一个日期 这样的话在这样一张小的图形里面 它能够完整的显示出这些日期 而不会再产生一个重影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随着 随着不同的变化 自己变化 能够让你看得很清楚 好 今天的作业呢 因为我们今天讲了两个课程 所以说需要大家也要完成两个项目 第一个呢 就是调整数字的一个 它的一个区间 一个区间 这个比较简单 大家都可以尝试 然后第二个呢 稍微复杂一点啊 就是你去生成一个日期的序列 然后呢 你自己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就进行一个调整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